小明請問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啊 他是誰 這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喔 他叫做柯楚遜 對 他叫做柯楚遜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就關於他很聰明 他有很多謀略 柯楚遜的妙技喔 他有很多好的想法 這是那個童話中國 繪本裡面的第20冊 是Monica阿姨寄給我們的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吧 叫做柯楚遜的妙技 在遙遠的新疆有一座高山 高聳的山峰綿延不斷直上雲霄 人在山下根本看不到山頂 所以人們叫他天山和天一般高的山喔 你看 天山鳥飛絕 喔天山鳥飛絕喔 你都記得詩詞裡面 對啊就是形容你看山很高喔 已經直達天際了 每到春天山上積雪融化 緩緩留下山腳 灌溉出一片豐美的草原 客之人都在那兒放牧 有牛有馬 還有成群潔白如雪的羊喔 你看大家都在放牧 媽咪吃爆米花 對你一邊吃爆米花一邊聽故事 你看放牧是什麼呢 就是讓牛啊還有羊他們自由自在在草地上走來走去 就叫做放牧 他們就可以自由的生活 但是還是有人們照顧他 草原上有一個名叫柯楚遜的牧人 他的父親給牧主婆當了四十年牧工 得了一身重病 躺在床上起不來 柯楚遜找牧主婆算工錢 好給父親治病 誰知牧主婆把眼珠子一翻 算起帳來 你父親替我放羊 扣掉他四十年的飯錢 再加上他穿破的三雙鞋子 一件羊皮袍 還有那年大風雪凍死的兩隻羊 牧主婆東扣西瓜 最後呢 只給柯楚遜一條又黑又瘦的母牛 好辛苦喔 工作了四十年 只得到一條瘦瘦乾乾的母牛耶 柯楚遜氣急了 正好這時母牛叫了一聲 母 柯楚遜便打了母牛一巴掌說 哪來的老畜生 別的本事沒有 只會亂吼亂叫 牧主婆直到柯楚遜在諷刺他 氣得叫人把柯楚遜打出去 沒錢買藥 柯楚遜的父親不久便死了 柯楚遜想 靠山山要倒 靠水水要哭 凡事只能靠自己 所以靠自己是最可靠的喔 小小米 他決心不再做別人的長工 自個而專心養牛 他聰明又勤奮 母牛在他的照顧下 一天天強壯起來 你看變得好肥喔 對不對 然後還很強壯生下的小牛喔 不久還生下了一隻小牛 奶水更是又多又鮮美 一年一度的市集又到了 各地的人們都帶著自己的收成 趕到清真寺的廣場上叫賣 柯楚遜也趕著母牛來賣牛奶 他的牛奶又香又甜 一下子就賣光光了 牧主婆的手下看見了這種情形 連忙去向牧主婆打小報告喔 看他帶著牛來到了市集 這就是清真寺囉 齁 哪裡有肉香狼就往哪裡跑 牧主婆帶著一群人 把柯楚遜團團圍住 一把把牛搶過去說 柯楚遜哪 你該把牛還我了吧 別動 這是我的牛 柯楚遜大聲吼道 什麼 你的牛 牧主婆說 這真是給人禁酥油 人還我拳頭 我可憐你父親病了 想讓他喝點奶 才把牛借給你 什麼時候牛變成你的了 牧主婆張著大嘴一邊罵 一邊叫人把柯楚遜抓起來 關進地窖了 看他好壞喔 現在要來把牛搶回去還打人欸 牧主婆才大勢大 沒有人敢阻止他 他為了要霸佔柯楚遜的家產 叫人把柯楚遜的手腳 捆綁起來 裝進大布袋 狠狠打了一頓 然後抬到沙漠中的湖裡丟掉 喔喔 你看他好可憐 被關到地窖裡面 還被裝到布袋 然後被人家用那個 大槌子這樣毆打欸 很痛欸 現在又來到沙漠 沙漠是一個又乾又熱的地方 很容易就 就渴死了 你知道嗎 太陽這麼大 一下就曬死了喔 那怎麼辦呢 大沙漠熱如火 走了半天 抬布袋的兩個人 又熱又渴 又累又餓 實在走不動了 便在大樹下休息 牢牢叨叨叨的抱怨起來 哎呀 牧主伯子太小氣了 叫我們去殺人 才賞兩個銅錢 連燉飯也不給 柯楚遜聽了 明白自己的命運 他故意探口氣說 呵 柯楚遜生來倒霉 為人做牛做馬的 柯楚遜死的冤枉 一罐黃金沒用著 那兩個人一聽 立刻停止說話 湊靜布袋聽下去 柯楚遜假意哭了幾聲說 哎呀 呵 這棍金子我是用不著了 如果有人肯在我死後 把我埋藏在金子的地方 我就把金子送給他 那兩個人連忙說 啊 我們發誓 我們會好好的埋葬你 請告訴我們金子在哪裡 柯楚遜說 好吧 我相信你們 仔細聽著 繞過沙丘 走到岔路口右轉 再向前走 就有一座山 山腰旁有棵巨樹 巨樹中有個洞 從洞裡走下去 一直走到山谷底 谷底有個池塘 穿過池塘 就可以看到一個地洞 金子就在裡頭 所以這兩個人被他的 記謀給騙了 是不是 他去找那個金子 柯楚遜才說完 那兩個人丟下柯楚遜 頭也不回的跑了 柯楚遜聽見他們走遠 掙脫繩索 正要逃走時 忽然遠處有人騎馬 趕陽走過來 還咿咿咿咿咿的唱著歌 聽了歌聲 柯楚遜知道 那人正是牧主伯的哥哥 魯平 這傢伯 瞎眼又駝背 貪吃又愛占便宜 柯楚遜想出一條妙計 什麼樣的妙計呢 他等魯平一走近 便在布袋裡大笑說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太妙了 謝謝你 我的寶貝口袋 是什麼樣的寶貝口袋啊 小咪知道嗎 嗯 這個要先拿起來 魯平見了十分奇怪 連忙跳下馬問 你是誰啊 躲在布袋裡做什麼 柯楚遜說 別打擾我 我正在治病了 治病 魯平便更加驚奇了 布袋裡怎麼治病啊 柯楚遜說 昨天有一個商人 賣給我這個寶口袋 他說只要鑽進袋子裡睡一覺 老頭能變年輕 瞎子能復名 駝背能直腰 我正在治駝背 你摸摸 我的背平了沒有 魯平一摸 果然背是平的 他連忙說 親愛的朋友 你行行好吧 我又老又駝 又瞎又薄 讓我也進去治一治 不行啊 柯楚遜趕緊說 我還沒完全治好呢 這次治不好 天一黑 又得等明年的今天 才能治呢 聽說天黑就得再等一年 魯平更急了 他乾脆動手解開布袋說 見者有無份 你讓我也享受一下 我的馬和羊就歸你了 不然我就到官府告你 偷了我的寶口袋 好吧 算我倒霉 柯楚遜 鑽出布袋說 魯平 或不及待的鑽進去 柯楚遜急忙 綁緊帶口 騎著馬走了 不久那兩個 抬柯楚遜的人 白跑一趟 怒氣沖沖的回來 他們拿起棍子 劈里啪啦的朝布袋打 一陣亂打 遲打到 袋裡的人動也不動 才把布袋抬到湖邊 丟下去 還有他們回來 好生氣被騙了 可他們知道布袋裡是誰嗎 布袋裡不是柯楚遜欸 牧主婆聽說 柯楚遜死了 立刻帶人馬去霸降 柯楚遜的家產 走到途中 他看見前面有一個人 騎著高頭大馬 趕著羊群 唱著牧歌 大搖大白走過來 是誰啊 走近一看 哎呀 那不是柯楚遜嗎 牧主婆嚇了一跳 柯楚遜卻高興的說 多謝您啊 把我送進湖裡 湖裡也住著人家 牲口比天上星星還多 楚都數不完 他們很好客 客人要多少牛羊就送多少 可惜我一個人只能帶回這一點兒 說完呢 柯楚遜邊唱歌邊趕羊走了 咳咳咳咳 你覺得牧主婆會不會被他騙啊 貪心的人通常都會對不對 天下既然有這等好事 牧主婆只恨自己知道的太晚 讓窮小子佔了先 他立刻吩咐仆人們快馬加鞭 回去叫兒子女兒媳婦 一起趕到湖邊 牧主婆等一家老小全來到湖邊便 催促他們往湖裡跳 自己也跟著跳下水 這時牧民們都來了 見牧主婆一邊在水中掙扎 一邊還大聲的說 我的羊啊我的羊 不禁哈哈大笑 笑聲傳遍了整個草原喔 你看 貪心的牧主婆掉到水裡 要淹死了 他就不會做壞事了是不是 再也不能做壞事 從此柯楚遜的機智故事 在草原間流傳開來 一代傳一代 一直傳到今天喔 你覺得他聰不聰明 他好厲害喔 他居然可以這樣子 那個扭轉為機耶 克服個困難 本來是一個窮人 然後結果居然得到了大批的牛會養 然後還把自己的仇人給那個 怎麼講幹掉了 對,報仇血恨 好啦,The end就是柯楚遜的妙計 有一個窮人 我們進去再次 再次再次再次先